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先生大概一个多月 右走上面 想要解决这问题 那边 那个底下藏了一个东西 衣服里边 藏了一个东西 我们小时候叫呼啪枪 就是用自行车链子接起来的 然后里边塞在那个火柴的 然后 就特别期望有这个东西 心里一直期望着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老师是要查这个东西 老师要查这个东西 心里想着要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现实生活到底有没有 反正 反正我看到的 就这个地方藏了一个 就呼啪枪啊 藏在那地方 那个不是打锅子 打锅子是热的吗 那个藏在那边 藏在那边 那个 诶 又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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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 那他 他 他那个 他那个 那个 他那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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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 我已经把它 扔到垃圾桶里了 我已经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我已经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扔到垃圾桶里以后 把山鱼脱开了一颗 就抖着给它看 你说我早就不玩这个东西了 我早就不玩这个东西了 我早就不玩这个东西了 我就不玩这个东西了 难怪他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好像那个 好像看了一下 他鼻子也挺凝的 就闻那个虎材味啊 虎妖味啊 他那个手没摸 你既然说你说 你扔掉了 衣服也都被我看了 我手是不伸过来的 但是他很警觉的那鼻子 在秀了几下子 这些不知道鼻子有没有问题 反正秀了几下子 秀了几下子 好像那个没那个味道的 他就走了 那个血量就走了 就是原来那个 就走了 就这样子 他以为是把火药枪藏在衣服里面 也可能真的藏了 也可能真的藏了 这一次就是告诉他 主动地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主动地扔了 这样他就不钉上了 他钉过来了 也不知道是藏过还是没藏过 反正他看到他 他希望不要藏 那么就赶紧把它扔了 扔了以后 然后就让他解放一下衣服上也没有 他就闻了一下气味 也好像没气味 然后他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然后今天看到这样 你看个星期 一个星期以后没事再找我 好 如果有事的话 好 好 好 再看情况 好